YouTube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头 要生存和发展 你自然要懂一些规矩 这规矩主要有两大块 一个叫社区准则 另外一个叫版权 这些规矩里头 有一些是常识性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是你绝对不能碰的红线 很多人的账号被关 都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社区准则 或者版权里头的一些重要的要求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一聊社区准则 版权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题目 我们会在另外一期节目里头讲解 要维护一个账号的安全 你最多有三次犯规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的频道的这个后台 大家看到的是 我现在这个频道的状态和功能 看到这里有版权的状态 和社区准则的状态 两个出现的都是笑脸 当你收到警告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灯会亮 第二次这个灯会亮 第三次理论上这个黑脸会显示 但是实际上你是看不见的 等到你收到第三次警告的时候 你的账号就被自动关闭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安全的 没有任何的社区准则警示 作为一个YouTube的频道主 维护你的账号安全 是相当相当要紧的事情 你要小心不要在社区准则 和版权两个方面 有犯规的问题 那么社区准则里头 有哪一些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首先开篇就讲 这是一些常设性的规则 并警告你不要试图寻找 这些规则中的漏洞 什么意思呢 YouTube既是规则的制定者 他又是最后的裁判者 所以你不要跟他耍小聪明 你在账号开户的时候 签订的用户条款就已经授权他 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就关闭你的账号 所以你的账号一旦有犯规的嫌疑的话 对你是相当的不利 有很多人以为在YouTube上发副视频 是你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他的私家领地 他随时都可以把你赶走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操作 你得遵守他的规矩 那么这些常识性动力 大概有哪一些呢 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 裸露或者色情的内容 有危害性或者危险性的内容 你不能去表现一些危险性的动作 然后那个未成年的小孩 在家里头模仿你的动作造成伤害 这是不行的 宣扬仇恨的内容 暴力或者写实性的内容 写实性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一些犯罪或者是战争这样的场面 可能引起观众的不适 骚扰或者网络欺凌 就是你录像在网上来骂别人 公布别人的私人信息 板前问题我们在另一集单独讨论 你公开的威胁别人 这个垃圾内容 误导性原数据和欺骗手段 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我们回头来看 还有你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在录像的时候 公布别人电话号码和住址 你不能冒充别人 你不能开设一个可口可乐的频道 号称你是可口可乐公司 危害儿童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 有的时候觉得正常的管束小孩 在外国人的眼里头 可能就是家庭暴力 所以你拍摄这样的视频 上载到网上去 可能就会有后果 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这里头我们着重要注意的 就是这一项垃圾内容 误导性原数据和欺骗手段 垃圾内容 它包含大量的 无目的的 无用的 或者是重复的内容 注意啊 重复的内容 你不能同一个视频 在不同的频道 或者是在一个频道里头 反复的上载 希望会帮你积累一点点流量 或者是发布的内容 主要是引诱别人 离开YouTube到第三方网站 尤其是你自己的牟利的网站 它这个逻辑是 这是他家的地盘 你不要在这边说个广告就走了 你得要贡献有价值的内容 这一条是流量作假 有人使用这个自动系统 使用机器人 来增加观看次数或顶的次数 这一条是相当容易理解的 任何一个平台 都无法容忍这样一种虚假的流量 根本的原因是 一旦这个东西失控的话 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 在这上面做广告 所以整个的系统就会崩塌了 所以所有的平台 最后他都不得不对这个流量的真实性 要最终负责 有些垃圾平台 跟频道组联合起来作假 欺骗广告组 或者是欺骗客户的 这种平台一定是走不远的 这一条注意了 误导性的元素 我们知道元素具有标题 有说明标签 缩略图和注释 注释这一部分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条目的主要意思是讲 你不能在标题 说明标签和缩略图上面做假 比如说用不恰当的缩略图 或者封面图 标题使用标题档 比如说说明是夸大其词的 还有这个标签的问题 是很多频道组容易犯的错误 很多人以为 我在标签里头使用越多越好 我这个地方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视频 是关于中文歌手的 那么有的人在这个标签里头 就会把所有的中文歌手的名字 全弄在上面 即便这一首歌是关于 其中一个歌手的 它能够列出100个歌手 还有的我看到人家 做养生的那样的频道 它每一个视频标签里头 都放上所有的病的名字 或者放上所有的保健品的名字 你现在在YouTube上 看见很多这样的视频 是这样滥用标签的 你不要看见他们这样子用 你就觉得安全的 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更改的话 YouTube是不会提醒你主动更改的 等到他哪一天严打的时候 直接就会把这个频道关掉 让你连机会都没有 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一定不要抱这种矫情心理 讲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子做 你整天看到小偷 不是你去做小偷的理由 这种逻辑非常简单吧 其实说到底 这些东西全都是常识 当你看别人的时候 这些标准你运用的好的很 一清二楚 反过来在对待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用的是另外一套标准 就是我们讲的 对人是马列主义 对自己是修正主义 批判起别人来 各个都是道德圣人 惯起门来 自己全做的是下山滥的事情 全是这种心理 才导致这种结果 还是我经常讲的那句话 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 当你看见别人 用各种欺骗性的方法 引诱你看他的视频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不想别人背后骂你 那么你就凭着你的良心 去做事就好了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的 下一条是误导性 或者少而不移的输略图 这个非常清楚明显 你不能用某种 暗示意味特别浓的输略图 来勾引用户 其他的项目都是常识性的 所以在这个条目里头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就是这一个误导性元素局 绝大多数人摘跟头 都摘在这个上面 那么如果你犯规了 YouTube它怎么知道的呢 它是怎么样抓住你的呢 第一 它的算法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 是越来越聪明 比如说对作弊机器人的识别 它是效果非常好的 它的算法不断地在更新 昨天没有办法发现的东西 它今天可能就发现了 比如说半年以前 你通过一个作弊公司买了流量 但是它以前无法识别这个公司 但是上个礼拜 它就能够识别这个作弊公司了 那么你想想看 你半年以前的记录 全在它的数据库里头 它可以追踪回去 发现你半年以前作弊了 所以我反复将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 绝对不要去做 耍小聪明的人一定玩不到最后 第二个办法 它知道你犯规了 是群众举报 在YouTube上面 可以有不少的朝阳大骂 那么群众怎么举报你呢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的这个视频 在这个点点点这个地方 你去点开它 里头有个举报这个功能 你点击这个举报功能 然后选择你要举报哪一项 最后选择提交 然后YouTube的后台 就会有人工去处理你这个举报 你看他这边讲了 YouTube的员工会全天候的 审查遭到举报的视频和用户 然后他们会决定是否犯规了 顺带提一句 你不要滥用这个功能 因为你提交的时候 是绑定了你个人的账号 你不能诬赖别人 这个可不是匿名举报 这可是实名举报 所以这个功能你可不要滥用 我这十多年我只用过一次 如果你滥用这个功能 YouTube是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的 将来有朝一日 你自己开频道的话 你这些见不得人的历史 全都会在那个地方 顺带讲一句 我的确是看见过 有这样的例子 有人使用这样一个工具 来恶意地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当然他不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账号 他会花钱请外面的一个公司 然后在短期内集中地举报 某一个人的视频内容 会导致那个人的频道 短期内被很多人投诉 使得YouTube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直接就把那个频道下架 这种事情我看过好几次 让一个大的频道下架十个小时 或者是一天两天 最后确认频道主是无辜的 然后再恢复起来 所以YouTube不是一个乌托邦 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这上面也跟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 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后我们讲一下 如果你犯规了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前面讲了 可能是被算法侦测到 也可能被人工举报 机器侦测到的犯规 往往是机器直接处理 人工举报的犯规 一般是人工处理 算法机器认定的犯规 有很多时候并不见得那么准确 但是它会启动整个的这个处理流程 让这些频道组都吓一跳 我自己本人在以前就曾经收到过 三四次这样的警示 收到的警示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的 电子邮件里头有一个链接告诉你 如果你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 你可以进行申诉 提交申诉以后 它就会再进行人工的审查 以决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犯规 如果是真的是犯规 意味着你就有了一张黄牌 你收到一张黄牌以后 这个黄牌会在三个月以后自动的失效 就是说你得到一个警示 你就是得到一张黄牌 如果在九十天之内你好好的 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么这张黄牌就会消失 如果在九十天之内 你再犯错误 第二张黄牌就来了 如果在九十天之内 你出现了第三张黄牌 那就是直接换成红牌发下 所以在九十天之内 你被容忍的实际上只有两次 因为这两次你可以通过正常的申诉 等到真的你出现第三张黄牌的时候 他通知你的那一刻 他已经把你的账号关掉了 然后你申诉的不是黄牌了 你申诉的是红牌 那个难度要大的多的多 有没有人能把这个账号救回来呢 有 但是会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你一旦出现一张黄牌 你就要相当相当的警惕 一定要特别小心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是 这一期节目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点很多人都不注意 将来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是怎么回事呢 你听我跟你讲 前面我们看到了误导性原数据 就是你用标题档 你用不实的说明 你用夸张的缩略图 最危险的是这个 叫做标签这个东西 现在有很多的人滥用标签 有的人还更过分 把整个的标签部分 几百个标签 把它拷贝贴到那个说明里头去 然后它在标签属性里头 有完全的重复 为什么这样子做 因为有的所谓技术专家 教他们 这样子能够提升搜索结果的排序 然后就有这些人 相信这个专家的说法 或者是将信将疑 但是他这样子想 万一有用呢 所以你会看到不少的频道主 尤其是一些中文的频道主 干这样的事情 我为什么讲它是一个定时炸弹 你想想看 它现在在犯规条件里头 明确地列出 这是一个犯规的举动 实际上我知道 它以前也打击过这种行为 但是它不是完全地 执行这样一个政策 你想象什么情况会出现 将来某一天 它在算法里头 把这开关一打开 然后严格执行这样一个政策 然后这些频道主里头 每个人的频道里头 有几百个视频 算法一上来 三五分钟内 发现你这个频道里头 有六百个视频是犯规了 直接就把你这个账号关掉了 所以我想它是定时炸弹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大家对这个规矩 一定要有足够的尊重 也要深刻地认识到 YouTube既是检裁院 也是法院 还是公安局 所以你跟他玩 要特别特别小心 有很多人老是喜欢 占小便宜打擦边球 我是能够理解这些人的心理 而且很多这样的人 都是比一般人都要聪明的人 因为傻傻的人 他不知道这套路的 但凡这些有些小聪明的人 最后其实都是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你规规矩矩的大致 若欲不好吗 为什么明明不对的 最后对自己不好的事情 大家偏偏要去做呢 而往往是聪明人去做 特别有意思 如果你今天才开始做频道的话 我就通过这个例子 从根上面提醒大家 一定要规规矩矩 不要像有的人 把一个频道做到几十万 上百万的订户 最后一夜之间被咔嚓掉 怨不得别人 好了 开场白的时候我讲了 YouTube是一个巨大的 复杂的生态系统 你在这里头玩 要遵守它的规矩 而这些规矩 见人见智 规规矩矩的人去看它 每一个都是常识 老老实实的人 有的时候会犯一些无心之错 最容易犯错误的 就是那些认为 懂得规则 而且能玩赚这个规则的 那一部分人 他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样 短期内看上去 能够赢得比老实的人 更多一点的利益 但是从长远来讲 是把自己置于危强之下 所以我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目的 就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社区准则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你做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话 一般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因为它这些准则 也不是讲不合情理的 非常严苛的 你真的老老实实去做内容 然后测身处地的 从观众的角度 从平台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要求的话 其实都是在常理之中 有这样些指导思想 你就基本上不会犯什么大错 总结一句 规规矩矩的做人做事 该知道的规矩 该了解的章程 也不要偷懒 做到知己知彼 在这个环境里头生存 你就要对这个环境有所了解 最后把你的精力 放在做出好的节目上面 不要去动技巧之心 也不要去走灰色的地带 这样你才能够走得稳 走得远 做得大 好了 关于YouTube的社区准则 以及警示系统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我们会聊 一个更复杂一点的系统 就是版权系统 欢迎你回来收看我 以后的节目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